西门政府执政之后的第一个财政预算案将会在下个星期五公布 那早前首相马哈迪就预告说这个2019年的财政预算案将会需要全民牺牲 不过随着公布2019年财政预算案的日子越来越近 敦马今天却改了口风向投资者大派定心丸 首相表示明年的财政预算案不会对投资者产生不利的影响 首相马哈迪今天在2018年吉隆坡技术分析国际联盟研讨会上开幕时 主动提起即将公布的2019财政预算案 他表示这次的财政预算案是为了让马来西亚能够站稳脚跟 从而促进人民和下一代的繁荣 马哈迪也在现场对投资者做出保证 我也想保证投资者 任何改变的政策会不会对他们的商业和商业 敦马强调他有信心政府所推出的新政策 能够为大马创造出强大的基础 新的政策会创造出强大的基础 平均和保证投资者 保证投资者会提出强大的增加 此外马哈迪也不忘在演讲当中提及贸易的重要性 他认为越多人懂得贸易的理论 就越少人会陷入快速致富的骗局 所以他鼓励人民要多多掌握金融之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